你好,我是匈奴人 以色列总理的家遭遇两枚炸弹 自从中东战争爆发以来 立场强硬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迅速成为国际竹目的焦点人物 内塔尼亚胡其实是出生于美国 在中东战争爆发之后 他跟他的哥哥前往以色列 他们都是从当兵开始 后来内塔尼亚胡的哥哥 在一次军事行动中被打死 然后内塔尼亚胡也就决心为他的哥哥报仇 同时也决心捍卫以色列 所以说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进入政坛 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的历史 可能已经有20年了 或者更久 因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我就记得那时候他就开始担任以色列总理 当然中间他也会有时候被别的竞争派别所取代 就是以色列的总理是实行英国式的内阁制度 也就是说当内塔尼亚胡受到他所属的政党 或者其他几个党联合支持的时候 他就成总理 如果其他的党不支持 或者他本党获得的选票不到一半 那么那就能到别人来当总理了 内塔尼亚胡最近这一年多的领导 以色列的战争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他不仅受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 就是有1200多平民遭到了巴勒斯坦的 就是哈马斯的杀害 同时他也遭到国内民众的大规模抗议 因为这些民众认为是他的强硬政策导致以色列受到袭击 当然内塔尼亚胡更成为整个伊朗势力的眼中的肉中刺 长期以来一直是敌人暗杀名单的头号目标 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住所 此前就受到过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 在16日 这个住所又遭到两枚闪光弹袭击 这个闪光弹一般是用来在战场上 就是说能够对 它又称为震撼弹 比如说它要落在部队上空 能够使一支部队的人眼睛都变下 如果进出的话能够炸死 也就是说这两枚闪光弹如果当时正好投入了 这个内塔尼亚胡所建的房间 那足以把它炸死 幸亏内塔尼亚胡甚至他的家人当时都未在住所 因为内塔尼亚胡也害怕遭到暗杀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这起暗杀事件已经越过了所有红线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 就是说 以色列还是有分寸的 但是卡茨认为 伊朗及其代理人试图暗杀以色列总理 甚至把炸弹投到他的家中 威胁到他家人的安全 这个是太过分了 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实际上有能力除掉伊朗的领袖哈梅内衣 或者除掉伊朗的其他的军政领导人 但是呢 以色列呢 一直保持克制 当然这部分原因呢 是来自于美国总统拜登的压力 因为拜登一直希望能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 这个解除这个僵局 因为总不能这个中东战争无休止的进行下去 实际上中东战争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已经有了五次 最后呢 都是以谈判结束了战争 这个同一天呢 以色列军队深入黎巴嫩南部作战 另外呢 以色列空军还轰炸了真主党武装新的总部和大本营 所以看样子呢 中东战争还有扩大的趋势 因为再过一个多月呢 特朗普就要进入白宫了 特朗普呢 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的 因为特朗普的女婿 顾斯纳本人呢 就是一个犹太人 而且呢 特朗普呢 他非常强调呢 就是犹太基督教 也就是说呢 他非常的这个支持以色列 所以说呢 内塔尼亚乎呢 有了这个特朗普的支持呢 估计呢 要对这个伊朗 还有伊朗支持的那几个小弟 大大出手 另外呢 就是库尔斯克成为绞肉机 北约军事观察员最新这个情报说呢 乌军在库尔斯克战场上 已经部署了更多的部队 增派了至少六个作战旅 这样呢 乌军目前在库尔斯克的作战旅 总数已经达到了15个 而且呢 这15个旅呢 都是装备精良 他们还士气高啊 而且呢 这些乌军的目标 不仅是坚守在库尔斯克的阵地 随时还准备发动反击 给俄军以致命打击 乌军的集结呢 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 质量上的提高 更是战术和战略上的升级 他们现在呢 有了更多的北约的军事顾问 开始利用 开始这个倾向于利用地形和城市环境 构建复杂的防御体系 从而最大限度的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 化解俄军的攻势 目前呢 这个俄军呢 已经与朝鲜组成了联合军队 在库尔斯克战场 而且呢 大约有五万人左右 其中一万人是朝鲜军队 另外四万人呢 是俄罗斯军队 俄朝联军的目标呢 是在川普 一月二十日正式担任总统 美国总统之前呢 彻底收复库尔斯克 因为呢 川普呢 曾经一再声称呢 他在执政以后 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够截入战争 一般认为呢 川普到时候呢 会威胁俄罗斯 如果你不同意停战的话 那么马上 我就给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支持 并且让乌军放开手脚 使用这个美国提供的武器 也就是说 这些武器可以直接轰炸普京 制普京于死地 当然 川普呢 回过头来呢 也会这个威胁这个斯莲斯基 立即给我停火 否则的话呢 我就停止一切对你们的供应 所以说呢 川普手里面呢 是有一张 王牌的 因为毕竟呢 欧欧战争爆发以来呢 最大的干预者 还是美国 因为美国已经向乌克兰 提供了一千多亿美元的支持 没有这一千多亿美元 人们怀疑 乌克兰很难支撑到现在 自从这个11月10日以来 俄军呢 在库尔斯克的反击力度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 当然是伤亡人数的急剧增加 仅仅在过去四天的时间里 俄军已经省时了88个装甲单位 包括坦克和装甲车 这次呢 参与反攻的俄军主力部队 包括俄军的王牌部队 810海军陆战旅 还有106空降师 以及第83空降旅 此外呢 还有一万名入朝俄军 而且呢 俄朝联军的主攻方向 集中在西伊万诺夫卡 奥布霍夫卡和科列列沃等地 乌军呢 在库尔斯克展现了 非凡的战斗意志 他们现在已经能够熟练的 使用美国的布拉德利战车 这种战车呢 虽然不是坦克 但是在这个战场上呢 更加灵活 而且呢 机动能力强 速度高 而且呢 现在乌军的操作人员 已经训练有数 能够在战场上 为乌军提供强有力的火力支持 据乌军总参谋部报告 最近的作战当中 他们已经击溃了 俄军三个大规模的作战营 就是俄军所称的 那种新的合成营 这种合成营 一个营的鞭子 大约要一千多人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 过去的传统意义上的两个营 所以说呢 俄军呢 现在呢 在当地呢 虽然一再发动猛烈攻势 但基本上 没有什么收获 昨天呢 是乌克兰呢 攻入俄罗斯 那个库尔斯克的第一百天 乌军呢 依然能坚守库尔斯克 而俄罗斯国防部呢 刚刚宣布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他们有一个团 在小洛克尼亚 掉入了陷阱 也就是说呢 被乌军诱入了包围圈 那个地方的地形呢 很独特 乌军呢 早已经设计呢 准备把那个地方 挖出陷阱来 那是一个狭长的地形 中间呢 是低矮的沼泽地带 两边呢 都是凡坦克地雷阵 这个俄军呢 当时呢 这个团呢 稀里糊涂的 在这个乌军的这个火力攻击下呢 闷着头就往前冲 这是俄军的这个战术 就是野牛战术 结果呢 等到他的这个部队 冲到前面以后 却发现自己的后方 被切断了 退路 然后呢 后方的援助也上不来了 因为现在军队在前线作战 后方都要不停的送弹药 弹药消耗速度太快 目前俄军为了解救这支 被围困的俄军团 已经发起了五次机械化的进攻 但是都被击退 主要是那个地形不利 因为那个只有中间的那个 沼泽地带 才能够 这个就是说行军 但那个沼泽地带呢 非常狭窄 很容易这个就是随时被中断呀 随便几辆装甲车被摧毁 就把路给挡断了 所以说呢 现在俄军呢 在库尔斯克的这个作战形势呢 极为不利 但是呢 可以这么说呢 俄军现在没有什么办法 另外呢 这个 俄军这个团呢 有三个突击营 我估计呢 将来呢 很可能都要团灭 随着双方武器装备和兵员的大量游入 库尔斯克战场 现在到处都散落着俄军士兵的尸体 所以有人估计要不了一个月 俄军这五六万人呢 可能基本上都会被爆销掉 因为俄军呢 只会简单重复他们 这个俄罗斯祖先的人海战术 也就是拼消号送人头 此外呢 这个后来马上出现了 一则俄罗斯士兵在战场上录制的视频 证实了战场的真实情况 这个人呢 是属于俄军第12128部队 第21旅的奥列格维克托维奇 赫罗马托夫 他在参军之前呢 就是一个网红 所以说呢 他参军的一个要求呢 就是说他能随时录下战场的实况 发布 这样呢 他可以挣点钱 他说他所在的部队呢 奋命攻击俄军阵地 急占了三天 最后呢 他所在的俄军这个营呢 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总共呢 只占领了四条街道 这四条街道基本上都被炸平了 他说死掉的俄军呢 多余受伤的 现在他所在的这个连呢 甚至只剩下四个人 只能躲在一座城墙后面 勾延残喘 乌克兰总统泽兰斯基表示呢 俄军昨天夜间到清晨 总共发射了大约120枚导弹 和90架自杀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 而且呢 这次攻击呢 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因为冬天已经到来 现在乌克兰北方呢 已经大雪飘扬 所以说呢 俄军呢 就想趁机呢 摧毁乌克兰人的能源供应 让乌克兰人挨动 甚至让乌克兰 一些地区停电 从往呢 让乌克兰人呢 丧失战斗意志 目前呢 乌克兰空军与防空部队联合拦截 至少呢 击落了140多个 俄军的导弹 或者无人机 此外呢 就是南道女长的中国留学生 据报道 在日本东京的磁弹 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分俗店 孟巴黎的32岁女老板 陈丽芬被逮捕 原因呢 是这个陈丽芬呢 雇佣了16名中国留学生 在公寓的16个房间提供性服务 现在看来呢 这个 他为什么不找别的妓女 不找那些中国游客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工人 专门找留学生 下面我会提出分析 这家店呢 一年的营业额高达5.8亿日元 折换成人民币也高达2700万 显然比在中国国内正洁 因为中国国内现在经济非常萧条 就是说 朴客越来越少 经常在网上 我们能够看到视频 中国妓女呢 都在城中城里面 那个一副这个凄惨的样子 就是说呢 找不到客人 而在日本呢 有现在有很多游客 同时呢 也有据说呢 有几十万中国人呢 现在正在流亡到日本 而且呢 这个店呢 它是使用微信 或者支付宝交易 因此呢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向日本政府交过税 目前呢 他被捕以后 他的老公呢 还在逃 日本警方已经发出通缉令 长期以来呢 我们不太清楚 数以万计的中国女留学生 到日本去干什么 现在呢 这个案子呢 终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因为这些女留学生呢 从小呢 都被洗脑 他们内心里仇恨日本 不太可能认真学习日本 日文 也不太可能规划为日本人 所以呢 这些人呢 而且呢 我以前就听说呢 到日本去的 很多都是上海啊 天津这些大城市的 这个女生 她们到日本呢 都是以留学为名 实际上去挣钱 但是呢 她们挣钱呢 又跟其他工人不一样 因为呢 日本呢 实际上是每年呢 从中国招收 数以万计的 这个中国的工人 可能还不止 不止几万 有可能多达十几万 但是呢 这个针对的都是山东啊 河北啊 就是去离日本比较近的那些地区的农村女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女人去了以后到日本呢 都是干一些这个体力活 就相当于在南方的这个加工厂一样 比如说日本人爱吃的生鱼片 现在几乎在那里面切鱼片的都是中国女人 都是年轻的中国女人 因为他们呢 这帮人呢 也不懂英文 也不懂日文 什么也不懂 就是说到那以后呢 就是干活的机器 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而且他们也不敢出厂门 当然日本人对他们的管理呢 也是非常的严格 但是呢 这个女留学生呢 就不同 他们到了这个日本以后 首先呢 她是留学签证 她不能够打工 日本毕竟还是一个 法治比较严格的国家 在管理上比较严格 也就是说呢 他们打工很容易被发现 被举报 从而被驱逐出境 所以说呢 那么这些女留学生呢 在日本能干什么呢 以前呢 就是大家都感到困惑 现在看来呢 他们恐怕都是到了 这个一些这个 比如说按摩呀 或者这个卖淫场所 另外呢 说句老实话呢 日本的工作也比较辛苦 这些中国这些大城市的 这些女留学生呢 根本就干不了 受不了那份苦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 就是留学生出生 他在日本工作了十年 他说日本的工作场所呢 非常辛苦 你不能迟到 也不能早退 而且呢 他说日本的工人的工资呢 大概只有美国的二分之一 但是他的劳动量 却相当于美国人的两倍到三倍之多 他说因为美国人呢 干活呢 都像玩一样 轻轻松松的 嘻嘻哈哈的 甚至有的人还唱着歌 跳着舞 干着活 空投影 根本就没人敢管 然后呢 迟到呢 也没关系 早退 干完活就可以走人 然后呢 他说最主要呢 他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东西 还便宜 他说比如说 他就特别举例子 说他说比如说西瓜 是全世界人民都爱吃的 一种水果 一年世纪 现在像每日都有西瓜的供应 他说在日本的时候呢 想吃西瓜只能买一片 因为那一片就得价值好几个美元 而在美国呢 几美元 你比如说五美元 八美元 六美元 你就可以买一个大个的西瓜 回到家里够你吃上一个礼拜 就说 所以说呢 他说这个美国跟日本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差距很大的 所以你想想中国女留学生到了日本 他怎么愿意去做工作呢 做苦工呢 所以到最后呢 他们都沦落到这个分俗这个行业里面去 但是呢 有网友指出呢 中国女留学生纷纷的从事黄色产业 虽然很隐蔽 虽然也能够赚很多钱 但是呢 这完全扭曲了中国福日留学生的形象 有人 这个议论就说呢 实际上中国留学生从来都是一个 很糟糕的群体 你比如说到美国的很多男留学生都在干什么呢 都在想方设法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因为剽窃到知识产权以后呢 他们通过秘密的渠道 比如说谷歌电邮 发挥给在中国的这个上级就可以拿到报酬 也就是说呢 大规模的盗窃 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呢 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副业 而且呢 有的人干了好的 依靠这些副业呢 就可以在美国过华天酒地的生活 因为与此同时呢 他们还能会申请美国的助学金 说自己很穷没钱等等 奖学金 然后呢 他们 而且呢 现在的留学生呢 到美国留学的这些多半的家庭 家境也比较富裕 所以说呢 有人就总结到说 中国这个留学生啊 整体上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几乎就是 因为难道女生来形容相当一部分人 一点都不过分 我还是要考虑呢 我还是要考虑呢 有本事就可以了